国发会说 今年经济成长率有机会保二续强化弓箭执行稳经济 中央银行上周公布最新经济预测 下修今年经济成长率至1.72% 智库台湾综合研究院19日也下修今年经济成长率预测至1.45% 不过行政院国家发展委员会会副主委高先贵保持乐观 他认为下半年景气回温 且政府持续强化公共建设执行率 稳住经济动能 全年经济成长率还是有机会达到2% 高先贵指出 今年度公共建设经费约达新台币6800亿元 写下史上新高 政府并持续推动离岸风电与绿能建设 还有投资台湾方案 以及数位化与近零转型等 这些政策均有助于维系民间投资动能 金明人高温炎热端午廉价前两天各地午后有雨 中央气象局19日表示 本周天气大致偏热 午后山区亦有零星短暂震雨 22日开始的端午节4天廉价前半段水气稍增 午后西半部与东北部及各地山区可能有较大雨势 廉价后两天天气回稳 又回到午后雷震雨的天气 气象局并说 20日仍然针对北北基与彰化以南及花东地区发布高温资讯 需防涉事36度以上高温 其中花莲县可能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 教育部指幼师仍需接受委托卫药行政院将讨论管制含巴比陀附方药品 新北市某幼儿园孩童疑似遭卫食管制药品药案持续延烧 中华民国幼教联合总会近日发表声明 呼吁幼儿园及教保人员暂停医家长委托给幼童喂药 但教育部表示 幼照法明定教保服务内容包括提供卫生保健安全的服务及教育 幼照法实施准则明定幼儿园要订定托药措施 另一方面 高雄19日查出有4名医师不当开立本巴比陀给感冒与急性呼吸道感染与肠脚痛的患者 其中含2岁以下幼童 相关医师和诊所军遭重罚及勒令停业 此外 行政院将讨论含有巴比陀成分的副方药品是否纳管 侯友宜台大演讲抛四国阵方针重申参选到底排除支持郭台铭科文哲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19日晚间在台大与学生对谈时 首度提出四大国阵方针 包括合理化房屋持有税制与提升自我防卫能力与稳定能源供给以及恢复台海稳定与和平 他并说将慎重挑选时间访美 并再次表明依据宪法反对台湾独立 侯友宜近来民调支持度落后 面对学生提问是否可能离让郭台铭或支持柯文哲 他表达参选到底的决心 全球MeToo浪潮后造成什么实质改变 台湾反信搔下一步该怎么走 Netflix爆红台剧人选之人造浪者 意外掀起台湾警号MeToo小老鼠浪潮 从政坛火速延烧到各界 涉案名单还在增加 警号MeToo小老鼠运动始于2017年 除了鼓励许多人站出来挺身揭发布公 更促成许多国家更加落实性别平等法案 究竟警号MeToo小老鼠对世界造成了什么改变 经过这几年 全球性别平权有更加落实吗 台湾警号MeToo小老鼠下一步又会走到哪里 中央社以专题报道方式为读者解说 习近平称中国不会挑战美国布林肯说 判保持沟通管控分歧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9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习近平已坐在中央主位与美中官员分座左右两排的方式接见 与以往他和重要外宾平等左右对坐的方式迥异 习近平参与的会面进行半个多小时 他表示 中国尊重美国的利益 不会去挑战和取代美国 而美国也要尊重中国 不要损害中国的正当权益 布林肯则表示 美方关切中国在台湾海峡的挑衅行为 他并说 美国无意与中国发生冲突 期待与中方保持顺畅沟通 负责任的管控分歧 但布林肯在会后记者会上说 中国拒绝重启美中军事沟通管道 中国难生产尖端晶片进口制造机具也面临挑战 德国之声DW18日报道 美国主导管制制造晶片的技术与设备出口至中国 导致中国没能力生产比7奈米更先进的晶片 专家说 如何取得制造高端晶片的设备 是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 尽管如此 中国晶片产业或许能找到因应制裁的出路 然而对于中国是否真的能超越对手 各方分析仍抱持质疑态度 毕竟台湾的晶片制造领先国际 且制造了90%全球最先进的晶片 分散风险或政治考量 去美元化先热议一片看懂潜在冲击 美中竞争与制裁俄国入侵乌克兰及对美国深降息周期严重冲击资产的疑虑 近年让恶与中与巴西等越来越多国逐渐有去美元化趋势 去美元化指的是一国欲减少仰赖美元作为储备货币与交易媒介与计价单位的进程 由于美元长期以来在全球金融体系占据主导地位 过度依赖美元某种程度会导致全球经济的脆弱和不平衡 然而替代美元的储备货币同样需具备稳定性与流通性和可接受性 目前尚无单一货币符合这些标准 2023亚洲自由车场地锦标赛台湾二金二赢六同 2023亚洲自由车场地锦标赛19日在大马落幕 台湾选手连日来表现亮眼 精英组男子选手张志胜或领先计分赛赢排 女子选手黄亭英或落后淘汰赛与个人全能赛同排 青年组选手则拿下二金一赢四同夹击 总教练杨东真说这次中华民国自由车协会派出24名选手参赛 并有11名随队教练与机械师与赛 除青年组选手累计赛事经验外 精英组选手赛事成绩将作为能否取得今年9月底到10出在中国杭州举行的亚洲运动会资格 对精英组选手非常重要 台湾女战机飞行员登上英国媒体郭文靖说 若男性能做到女性也可以 英国每日电讯报采访台湾女性战斗机飞行员 呈现在台湾海峡日益挑衅的共军以及性别对他们构成的挑战 凸显这些女性飞官的意志力与强烈责任感和任性 接受采访的谢云廷少校以及郭文靖上位都不到35岁 分别是中华民国空军史上第三和第四位女性战斗机飞行员 尽管两人遭遇各种困难 但能够成为空军的精英 这样的成就感对谢云廷和郭文靖而言难以取代 报道指出 女性飞官在执行英处攻击任务时除了极力沉着应对 还凭借强大决心 同时 也是这股决心 让郭文靖与谢云廷克服难关 成为台湾目前仍属少数的女性战斗机飞行员 开箱老照片 台湾民航史上首次空难57人丧生 1964年 民国53年 6月20日说 一架飞往台北的民航客机在台中神刚乡附近失势坠毁 影业界巨子陆运涛夫妇等50余人罹难 为台湾民航史上第一起空难 这架失势班机为民航公司所属 从台中水南机场起飞5分钟后 坠毁在台中神刚的一处农田 机上包括陆运涛夫妇与台湾省电影制片场场 长龙芳与美军顾问团多名成员共57人全部罹难 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新闻摘要 每日6分钟掌握天下事 中央社早安事件 明天再见